哈嘍,大家好,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到IG,FB,还有Twitch 那TableTable的给你解手游 官方有释出一些活动 一些福利活动 十字系玩法带来的升级扩容大套餐 那主要就是讲十字系在手游里面的一个关卡的简介 那它的简介有特别说 你们看得到吗?应该可以 天竞节系列共有三代 《生命之尊传》《幽城幻见录》《幻生节》 历代作品都会收入自手游的十字系玩法中 你没听错,是全部 我全都要 就是这三部都有加进去 其中不仅有主线剧情 还收入各种解明关卡 解明关卡跟自线剧情 在首次的玄套测试 共开放幽城幻见录的两大章节 主线合计十字节 通过和少侠们的沟通和考量 在目前的研发优化阶段 我们将十字系的关卡进行了扩容 加入更多关卡后 十字系对原作的剧情便有了更为细致的展现 比如夏侯怡 救阿己 迎战巨蟹的剧情加入 还有小侯公主葛芸一 是如何从四碑女的身边溜走的 本公主还有要事 你们别跟着我啦 这个字 OK 然后 这边是他的动图 暈影悟患 然后是四碑女去追 葛芸公主 公主的时候 OK 这个是在U层里面没有特别讲的东西 在所有把它做出来 当然在特殊 迷之关卡 佳琳被劫中 老师没有讲一句话 依照哲伦 不知小公主要找的是何时的我 不过 既然此刻相遇 有些事还想请小公主 我有指点一二 你也将知晓葛芸一 你主动被黄埔森捉住的秘心 每次选择新的关卡 随着 星星星 星号星号星号的转动 背景的壁画会随之走向不同的区域 少侠们都可以从壁画上的角色 诶 少侠都能认出壁画上的角色都有谁吗 与手册相比 壁画上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梁州变故 河桌小镇 水晋之殿 梁州变故 南州什么的 OK OK 十字器的关卡在通常在普通困难难度之上 又增加了归增的难度 名称暂定 这是专门为爱动脑的少侠所准备的挑战 无数执行关卡只考验少侠的策略能力 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体验原作的魅力 具体想起如何且听师兄下回分解 OK 这边有一个 这个好像是鼠垫 哇 我也好想要 这个角色不知道是谁 这一只 这个是龙叶了吧 可是不像龙叶啊 像吗 眼睛金色的好像是哦 可是这一只又是谁 这个是风寒月 没错 韩千秀 冰里嘛 木牛玄机 这是韩武杀 这个是新角色吗 哦 讚 讚讚讚 OK 好 那这次的十字器的介绍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蹤IG LB還有JUG 谢谢大家这一集收看 拜拜